因为在农村没有什么很好的学习机会 如果说要是说这个技术呢 就是说我以前就做过一个食品 就是这一点有点长样 你做什么食品 做就是面包 你做面包 对 在什么企业 在上海一家食品厂 上海一家食品厂 做面包生产的工人 对 这份工作还在做吗 不做了 辞职了 为什么 因为钱太少了 多少钱 一千七 那还不错啊 就是说还是不够用 不够用 对 所以你就辞了那份工作 希望找一份什么样的 咱们别拿技术含量高 这样这样的词来描述 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说我想找一份 能够边学习 边工作 就是找这么一个机会 对 咱先不说边学习边工作 学习那事儿 这是有业余时间 咱都可以自己学习嘛 对不对 对 就是说那工作是干嘛 我想就是说 像那种高级调酒丝 想做成那一种 有一定的制度 在一 就是 就是说 在食品行业 做一个 就是做得好的话 也可以身为一个 一个面包师啊 还叫做高级面包师 那你就在上海的那家企业 继续做啊 因为我爱我的家 因为钱真的不够用 假设找到了一份工作 你给我描述一下 这份工作是什么 就特别适合你小范 嗯 适合我 我就觉得现在吧 现在我吧 就是说 以就是 自从看了 这个老子的道德经之后 我突然就是感觉不到 自己的优点 特长所在了 那请问 你在看 看到德经之前 你认为你的优点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说 能吃苦 学习东西什么都 比较接受快一点 那孝刚 我觉得这位选手上台的时候 他有一种很淳朴 勤劳的气质 我觉得挺吸引我的 而且我能提供给你 一份这样的职务 什么职务 可以 是一个库管的 很靠谱的职务 但是当他讲到道德经 虽然是好书 你又讲到了 花花世界 现在很多的新鲜事物 你的人已经浮到了 人家没有花花世界啊 五彩缤纷的世界 他的心就浮躁了 所以我觉得你能不能 塌下心来 踏踏实施展 咱们就这样 我问一下 现在有一份工作 是库管 知道库管 知道 你愿意接受吗 如果这个 技术含量 没太多技术含量 也有技术含量 我不觉得 库管没有技术含量 有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的那个姐弟里面 写来说说你在那个 库管那家公司 然后呢 是六天被迫 提为主管是吧 周华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你以前干库管 干过多长时间 不是 上次 第一次干的是服务员 一进去 六天就升为库管 就升为库管 服务员怎么会升为库管呢 有可能 有可能 餐饮期 服务员可以升为库管 没有问题 好 那就是说 我也 我就是觉得 就是把我的本职工作干好了 老板就是说 可靠 肯定是当时老板觉得他可靠 去做库管了 做了多长时间 做了是十四天 为什么 因为 十四天 就是说我们的有一些客人吧 就是说 现在的人吧 工作压力也大 社会压力也大 就是说他们选择喝酒 作为喝酒 作为一些 拴泄情绪的一种方式 我有一些 那跟你这个库管这个工作 没什么关系啊 不是 他去砸仓库啊 不是 就是说 他们就是说 喝醉了 就是喝醉酒之后嘛 那种表现嘛 我有点 不赞同 就是说你真正离开 是因为喝大酒 别人喝大酒 对 别人喝大酒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喝喝呗 他又没吐你们啊 我觉得啊 我们别到这个话题走了 他离职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因为 一帮人喝了大酒 就离职了 因为据我所知 在我们中国广大的农村 每逢过年过节 婚丧嫁娶 喝酒喝的都很大 这是中国的本土文化 所以我就说 现在小范啊 他说他的离职原因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呢 就离职了 现在呢 你来找一份工作 因为你没有一技之长 我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现在呢 只能找一些 找一些工作 从零开始做起吗 咱们两个接得非常好啊 就是都能够从零做起 对 是吧 然后相对体力一些 体力一些 简单一些的工作 对不对 对 互管这活能干 能 工资有没有要求 有 多少钱 如果是包吃住的话 包吃住 我希望是 两千零六十 两千零六十 怎么还吹零 零有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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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干什么的 那个 零是从哪儿出来的 两千块钱 我要寄回家里面 六十呢 六十是我自己的生活费 小范我给你讲 六十的生活费是不够的 他说管吃管住来着 管吃管住 六十也不够 好不好 打电话 六十只能够 打电话 也要六十 然后 就是我说的 试用期嘛 试用期 小范 试用期是两千零六十 过了试用期之后 长的那部分 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 再宽裕一些了 是不是 对 当他输出这个理由的时候 大家就意识到 可能现实的压力 真的让他已经 精打细算到 几十块钱 甚至到几块钱 这样的一个程度 至少他是一个 还是很有家庭 你昨天应该有担当的 如果你今天在这 没找到这份工作 你下面能打坐 如果下面 下面能够 就是说回老家 回老家 跟别人打打零工嘛 养家嘛 你现在的收入 就打零工收入多少 打零工就是说 一天就是说 五六十 保证每天都能够有活干 那不保证 不保证吧 就一个月收入 大概是一千四五 这个 一天四五 有时候也不敢保证 你上份库馆工作 收入是多少 上份库馆是 是八百 那问题又出现了 邵刚 你上一份库馆八百 做了二十天离职了 在社会上 混了一段时间的零工 再找一份库馆 要求适用期 两千零六十 转正工资的话 就变成多少 基本变成要 两千四百块钱 为什么就是 一份工作没做好 再混了一圈以后 回来提出这么高的 工资要求 你给我解释 还有第二份工作 你不是一千七百五吗 然后呢 你没干了 你说工资太低了 但是你悠悠荡荡的 那个钱还没有一千七百五 是吧 第一份工作 工资 工资低 因为什么 因为利加进吗 就是说我平时的时候 就是说活梦就是少的时候 我就可以回家去 小贩 我给你一个建议 无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之后你再找到一份 好像比如说 面包是这样的工作 对不对 可以学到一门技术的 看长远一点 不要马上说 因为一千七百多 或两千块就走掉 好吧 可能两年之后 拿到那门技术 你有个提升 好各位 来做出一个判断吧 这就是小贩的基本情况 你们决定 这份工作 是给 还是不能给 小贩 选择 六位 接下来 我要讲这六位 证明 天生委员 于昭 于是 我想问的是 好比像客房 就是酒店的客房服务员 或者是酒店的清洁工 这样的工作 如果是离你家很近 在你们就是 三东老家很近的这些城市 你愿意做吗 客房服务 就是说 打扫打扫房间 对的 是的是这样 我想 如果离家近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 不是离家近的时候 如果你要了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就绝对不是 说 你在这儿想干就干 家里面有农活就回家里 它是一份工作 小贩 我知道 我 就是说 我做事情就是说 一件事情 我干就要干好 不干 我绝对不干 就是这个事 干不干 在酒店里面做服务员 这事 做客房 打扫房间 收拾房间 这事 你现在就给徐昭一个答案 是你干还是不干 好 小贩 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今天 你给你的职位 不能达到2060 你会选择干吗 我 我不选择 明白 所以小贩 我就问一个问题 实事求是的告诉我 好吧 2060 低于这个数 干不干 说实话 说实话 我不选择 不选择 好了 六位 做出你们的选择 梁静留了下来 天津华旗 你现在可以和一家老板 天津华旗 谈钱不上感情 来梁静 谁说职位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不是在华旗公司 是在我们旗下的 土大利餐饮公司 那么提供的库管职位 是库房的一个管理员 以及配送员 那这个岗位的工资 在转正之后 应该是在2000到2500之间 为什么是一个不定数呢 因为我们的库管的工资 是计价工资 按他每天的配送量来计价 那据我上一个月 看到我们工资报表 应该每一个人 都是在2000到2500之间的 这样一个收入 管吃管住 但是试用期 应该是在1500到1800之间 多长时间 两个月 试用期两个月 试用期两个月 是1500到1800之间 管吃管住 对 但是过了两个月的试用期之后 就可以到2000块钱以上了 我请问你们公司 就是离新华书店进吗 什么我没有听清不好意思 你们公司离新华书店进 我们在天津 大概50家店铺 我现在提供的是在一个配送中心 那么坐落在外环线 不在市中心 因为它是一个配送中心 但是有交通工具啊 新华书店不用天天去啊 如果你想看书的话 我相信梁老板会免费提供让你看 没错 如果你来到我们企业 我可以永远的无限的给你提供书籍 谢谢 不管怎么样 我要给你的答案是 外环离新华书店比较远 第一 第二 试用期两个月 工资1500到1800 第三 转正之后 工资可以到2000 2500之间 小范15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华旗给你提供的这份职位 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算是接受 谢谢 谢谢